南投县议会近日上午召开第十九届第七次定期会议 在今日议程中县议员检次胜 针对草屯镇副林路段的部分来提出建言 检议员指出上下班巅峰时段 此路段车流量大 车速也非常快 经常发生严重的车祸事故 因此期盼县府能够重视 尽速加装固定式车速照相 以降低事故的发生 这条路被批评而已 车辆上班的车都特别座 大家开车特别近 因为我们超顿 因为交通要方便 大家都要減便 没人要开到多少款的过来 直接都开这么快 本时在上月期的时候 我也开始夾顶 想说这条路要加强取缔 是适合五十年了 你不知道这些人都开多快 都开七八十 今年超顿第一个死亡也是这条路 今天是 速到很快 松西的那些农民 本身在这特别要求 我们的警察局长 马上随处理 裁置测速 县议员廖文贤 则针对红香部落的部分 来提出建言 并表示 红香部落社区发展协会 长期没有活动中心 地方也强烈反应 希望县府能够关心 大力争取经费来建设 造福地方 我们红香部落 社区发展理事会一直反应 希望能盖一个活动中心 以前建议这个土地问题 这个好像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来 盖这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现在土地解决了 那个土地在派出所隔壁 我想请处长 关心一下 是不是能够去了解一下 然后来争取这个经费 来补助 来新建这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让我们的这个村民 有一个 风散喜庆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场所 在今日疫情中 县议员检刺盛 针对草屯镇腹林路段 交通事故的部分 来提出建言 县议员廖文贤 则关心红香部落 活动中心的议题 也期盼县府都能够重视 倾听民意 造福宪明 记者邱平俊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对筆巨值肥由 完成摩押